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露营的时候 常见的六角天幕的三种不同的打法 学会最后一种 你可能会省出一顶帐篷的钱 第一种常规打法 我们先将天幕平铺于地面 找到六个角当中最为突出的两端 并且我们将天幕的撑杆先压倒在天幕上 这样做的好处 一个是一定程度 可以防止天幕被风吹乱吹飞 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 确认天幕和撑杆之间的位置关系 有助于我们下一个动作的展开 接下来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风绳 寄到我们天幕上的固定环上 那这里有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杆子和风绳的角度关系 这一步将决定于 你是否能够一步到位地将天幕撑起来 我个人常用的办法就是以撑杆为中心点 垂直往外走两步左右的距离 大概就是风绳和撑杆的夹角 在45度到50度左右 并且风绳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它放在撑杆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位置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撑起天幕之后 可以保留一定的空间用来收缩风绳 另外一端也是一样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杆子 由内往外慢慢的织起来 记住是由内往外慢慢织起来 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在最后 会得到一个相对稳固的倒梯形的受力结构 那你的天幕可以更加的挺拔饱满 这也是一顶天幕搭得好不好的关键所在 但一端织起来后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它会倒了 因为三角力学的关系 杆子已经被风绳紧紧的拉住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调整另外一端的杆子 最后就是调整风绳的松紧 以及将剩下的四个角的风绳系好固定好就大功告成 我们今天采用的是这款七维的六角天幕 这款天幕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在于 它的撑杆是比较粗壮且能够调整伸缩高度的 将杆子拉高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奢侈的空间 我的身高是180 在天幕底下我基本上是不用弓这背的 这种方式搭建完的天幕空间感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在底下摆上桌子啊椅子啊 在里面吃饭喝茶还是非常舒服的 第二种防风震木式打法 像这种打法呢 主要是在我们遇到大风的情况下 它可以起到一个胆风震木的效果 同样我们将天幕平估于地面 找到外侧的两个孔也直接的下定固定 接着我们准备好两根高度相同的撑杆 用于支起两个对角 这里要注意的是杆子的高度呢 将决定于你搭完之后 是否可以起到一个胆风的同时 还能遮阳的效果 通常我建议的高度在两米左右 这样子搭完之后 我们能坐在下面 除了胆风之外啊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遮阳效果 第三种 庇护锁式打法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第一种打法 那么这种打法 你将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同样我们将天幕平铺于地面 将六个角当中 其中最为突出的其中一个角 直接下定固定在地面 另外一端则是采用一根撑杆直接织起来 杆子的高度啊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 织起来的方式呢 跟常规的打法是一样的 不熟悉的小伙伴建议仿佛观看多加时间 这样子搭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帐篷 它不仅能打包 还能避余容 根据天幕的大小 里头可以带一到两个人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比较适合单人solo使用 怎么样 学会了吗 赶紧拿出你的天幕啊 试试吧